- 敌军还有30秒大达- 碾碎他们- 少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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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感谢现场观众朋友们的加油诸位 这一场W主场对阵京东的比赛 第一场召唤之佳鼓已经打响了 本场BO3是退哥957和王多多为您带来的直播比输 可以看到W1级已经组织了一波入侵擦下眼位 可能要选择一个换野区的开局 这个本身下路组合 就是非常强势的 恶菲流斯加女坦 如果野区再被WE换掉的话 那很有可能让京东的下路很难玩 但对面有个布隆一级 是非常厉害的 这波WE真的要打一级团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出事 既然是去先守住暴女 瞬间逼出卡拉维暴女的闪现 布隆配合队后 瞬间形成一波反打 被上身上被凑了一个引燃 但是索依一开始就 被决了一个昏睡 昏睡住绿毛 绿毛也被逼闪 几个人混争在一起 ADC只要已经开过了Zoom这边 突然赶到现场帮助维鲁斯 看一下女坦人头 双方打了一拨一换一 猫给一个关键性的走位 但是扛不住维鲁斯 第二下E技能 又没有闪 走不了 这一波可以看到 万豪一个W是 中间这条线命中了三个人 这种伤害是非常可观的 正如你赛前一开始的小预测 就是说有布隆的情况下 这波深入会不会有点冒进的答案 确实如此 对 因为布隆都已经知道了 王真英雄一级团能力是非常厉害的 这一波双方其实都是叫了上弹过来的 5v5有布隆的话 还是一级优势有点大了 是 尤其是Zoom他的这个万豪 突然赶到赛场 对于这个战局的扭转能力 非常的明显 对 有回放的话可以看一下 他一个W是打了沉重的一个OE 一开始草内 因为卡纳维的这个控制守卫 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导致W那一瞬间跑内丢失视野 是的 但是 击杀布隆 掉了太多的技能了 后续一个W 使得命中了非常多的人 是 这个技能有护盾 有输出 确实猛了一些 后续Morgan是没有闪现的 丢魔也没有闪 只能被 收下 嗯 那一开始京东 变这个先生多人啊 三比一领先 一级对于W来说有些冒进了 但是好在奥拉夫这英雄 打野自己单胎是不伤的 对 想法其实是比较简单 就是觉得二斐流子加上女坦 下路组合本身 去压人比较强 然后如果再换下路野区 那很有可能 一开始便能拿到很多下路卡比 对的 可以看到 色体这英雄打 奥恩这种的坦克 还是比较好打的 是 这把W的节奏点 得等到 悲伤有一个六级之后 然后配合下路 看一下能不能找一下机会 上路 奥恩 一般这个点选出来 就 大部分的队伍 都是让上篮 奥恩发育 然后打其他路的这样的打法 W下路 一开始的推线 先推线 然后抢了一波核道迅捷线 弥补了一下自己在线上 这个经济上的问题 一开始 维鲁斯我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先回家的缘故 拿了一个洗血杖出门 是的 京东下路把线控在塔前 这个线是非常 安全的 给凯纳币更多的一个刷野的时间 是 而且维鲁斯因为一开始很肥 这W可能下路 甚至有点不太敢压了 哇又是这个W 现在摩根是没有TP的 这波回家会掉非常多的经验 跟经济 尤其他也不知道 现在打野的这个位置 所以他很怕自己现在被越塔 必须回家 那这一波炮车线是吃不到了 对于奥拉夫来说是非常伤的 因为上路被压 而下路 维鲁斯又拿了比较多的人头 奥拉夫前期悲伤的这个节奏 有点打不开 对奥拉夫这英雄 更多的是要刷到六级后 然后开始做事 六级之后的奥拉夫是有一个自变的 打对面野斧感觉 一个人就可以打两个很猛 但是奥拉夫这英雄 如果六级之后 就差不多六级那一波 如果做不到是越往后走 是曲线越下滑的 毕竟后期显得有一点点笨拙 这个英雄 是的 一定要在到六之后就开始做事 下路 京东的双人组开始回推 而小地图显示 飞伤跟Plex在中野联动排一排视野 这波下路是回家了 看一下飞伤会被选择 偷一下飞小龙 小龙坑里面是有一个蓝色方的视野的 对面已经看到了 而暴女恰到好处的对于中单动手 Plex身上被套了个引燃 往后拉一下 交出闪现 非常漂亮 让这波Plex没有闪 这条飘的闪 躲过了这波Gank 自己的打野士配合下路 把这条火龙给拿下 是 卡丹韦这波也是迫不得已了 就是因为觉得这个火龙想去赶 有点不太能赶得上 只能对中单动一波手 对面气泡是被牙膏躲过 那一开始 京东其实在野区拿到三个人头 但是却丢了下方的一个中立资源 其实对京东来说是比较可费的 对的 京东的中路是拿到三个助攻 然后下路AD是拿到三个人头 但是第一条小龙却被W给冲杀 对 还是有点奇怪的 上路Borgan 由于前面掉了一波炮车线 自己的经验时落后一些 嗯 但补刀没有被压 对于奥恩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奥恩这英雄更多的是在 团战中放好自己的大招 然后一技能 尽量地多撞到一些人 上路先扛一扛压 打一打装备 是吧 炮炮果实下了一个悲伤 但他现在只有五级 五级的悲伤想要抓对面这两个组合 还是有些难的 难的 人眼已经看到了 挂到重力炮 但是这位置留到也抓不住 那现在双方的打野就进入了一个护刷的节奏 因为线上不太好干的 同时呢 第一条小龙也被拿掉 对 暴女跟阿拉夫都是属于前期偏刷的一个英雄 嗯 两边刷野术都是差不多的 更多的还是要看到六级之后的节奏吧 W挡了一下万豪的E技能没有被拉回去 万豪的E技能在 如果自己的前方跟后方都有对面的单位的话 是可以给对面造成一个眩晕的 如果没有的话只能造成一个减速 牙膏 这里稍微有点那些 有点危险 曙光在 这波牙膏是有闪现的 看下会怎么操作 偷了一个草 但是走不了 再交闪 曙光跟闪 最后有曙光的 应该是W炸死了 这一波 MISSING的游走确实令京东没有想到 他直接游走在那个中路的绕后位置 MISSING在8分钟出现的这个点还是非常灵性的 那顺势的W开启了这条峡谷先锋 但是万豪说不可以 他正在场地面赶 威如斯已经比对面AD是先行来的 这一波京东想要继续接这个峡谷先锋 马上W只能放来 因为AD已经 对面的威如斯已经靠过来了 对 毕竟三个人的威如斯 这个时候这一波战还是很强 是的 那这一波是给京东打攻了 京东这个峡谷先锋可以考虑给上路 因为上路万豪打 对面的奥恩 奥恩是有一个线权的 如果能够帮助他 尽可能的再快一点去推这个线 推防御塔渡层的话 可能能更快的解放这个射体 是的 霍女士在往上走 想要尝试一波吗 就是看一下 对看一下 反弄一下 走一 拿个蓝buff 双方这场比赛除了一开始的那一波一击团的碰撞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谨慎的 对 W上一波是辅助的一个灵性游走 抓到了对面的牙刀 双方这把更多的还是要围绕下路打 悲伤也来到下路 看这一波暴女士已经做出了打野刀成装的 双方这个时候回家 那就是想补充大件物品去打下一波小龙团了 对 控制已经火了出来 但是W这边是把小龙去的视野率先给控下 对 小龙还有40秒 马上这波小龙团可能双方的上单也都要到场 双方双单都是有踢的 这条小龙感觉京东可以争夺一下 自己的AD是已经做出了破绊 这波维鲁斯打架很强 曙光从家里出来身上也是有秒表 这波双方很有可能要在小龙附近 来一波视野的争夺战 京东率先到河道把视野给排一下 但河道线是W的 飞上方中路推波线也在往下路靠 上路进行一波换血 但是 进到一切 罗肯直接被打残了 他这波被打残意味着小龙不好争了 对京东来说 小龙已经被W所打醒 要看一下罗肯的状态 罗肯现在还在线上去清兵 那这条小龙争不了了 是的 这次也没有选择提拼 那这条水龙是由W给控下 W前期一级 武蝎小略的情况下 是控住了两条小龙 这条水龙气泡 再比闪现 打到空了 交出了闪 一个闪 可以了 还是感觉京东在一开始 一级团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下 围绕下路给的支持不够 是吧 或者说下路 比如说他每次回家的时候 第一次是直接丢小龙 第二次回家的时候 是虽然说他想补充装备 但是小龙附近的视野也丢了 对 只能说W下路 双人组的2-1能力是更强一些的 因为前期这里想留下精神 前期W下路两边都是 两边打的都是来不了的 对前期下路看看啊 放出了先锋 要双方一边进攻上路 一边进攻下路 进攻下路 撤退非常快 那只是点下塔 但上路的下谷先锋 明显是推得更快 京东是收获上路的医学塔 下路的塔 路层还有非常多 这个塔应该是推不下来的 这波齐亚娜已经在往这边靠了 看下一个催眠气暴隧道 玉毛非常弹交出自己的心声 但是这个血量并不致死 牙膏突然到场瞬间 秒杀了悲伤的奥拉夫 牙膏的位置也并不是很好 往后拉扯 在这边套路一定来 但是套不死 厄斐留斯也倒 维鲁斯拿到这个人头 摩根不好走 自己交闪了 看啊 闪现不能想跟Q 还是Q到用时方恨短呢 这波牙膏经常非常漂亮 是直接秒掉了飞伤 导致这波WE的进攻 是被对面给守了下来 自己也很亏 还是感觉 WE在上路有峡谷先锋推塔的时候 在下路打得稍微有一点点犹豫 越塔不好越 但是又赖着不想走 对 因为对面的打野在上路自己 WE肯定是想要在下路 转回一些东西的 嗯 但几波急躁与犹豫之后 还是京东打转 对 第一时间是把布隆 直接给打残 并且逼出了秒表 是已经非常打得非常不错了 那随后牙膏这波到场 顺秒奥拉夫 给战局很大的改变 对 配合维鲁斯的一个 传速技术 是把维鲁斯是把那个悲伤给秒了 对 然后摩根下来之后是残血的一个状态 因为在上面 TP的时候应该是被暴女打了一套 这波踢下来还是蛮尴尬的 嗯 再到后面 这个瑟蒂在团战中的搅局能力 对于后排的威胁就越来越大了 下一条土龙还有两分钟 对于W来说的好消息是 身上有两条小龙 如果能拿到土龙龙魂的话 对于团战能力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而对于京东来说 他们每一次都是在小龙刷新前 可能几分钟把下半区的视野 本身是占得不错的 但是就是这么 小龙前的一分钟或者一分钟出头 他们在下路的视野方面会有一些丢失 对 上一波小龙团 没有打起来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Loken是被对面给耗残了 对 ADC先残了 想抓一下射体 射体有闪 看一下这一波怎么操作 躲一下阳 后续没有选择继续追 嗯 因为注目满怒气的一个W的护盾是非常厚的 一分半钟 W先动第二条下谷前锋 扶出的代价就是Loken吃掉了这个下路的一场 现在土龙还有一分三十秒 W拿完这个下谷前锋之后是有时间回家 然后继续出来打这个接这个小龙团的 这个时候会有可能中路直接放下谷前锋吗 直接放了 因为觉得下路是回防不及的 同时小龙还有一分钟 W想先抢一波中路兵线的节奏 这波暴女跟维鲁斯都已经从侧面过来了 一推的话可能会有些危险 只撞一头 这样有没有可能在下一波 因为现在射体本身他给团战的支持是很强 有没有可能京东是拿下一条小龙 然后W会优先推进中路的防御塔 这得看下一波两边的一个位置了 如果W觉得小龙区被对面站住的话 很有可能是做一个中塔的交换 对 因为现在咱们看下路的这个下半区 河道的视野还是京东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的 既然W如果想要争夺这条小龙的话 需要一起抱团一起过来把视野给争夺一下 睡到绿毛绿毛被消耗了一下 但是不是很痛 这波京东也是肯定要打这波小龙团的 因为自己的京东是优势的 对 小龙肯定是京东会争夺的比较坚决 是的 看左翼在开单前能不能打残对面一个吧 就像上一波一样 嗯 这依靠墙体和地的推面气泡做试探 两边互相POK就看走位了 京东率先站住了这个位置了 感觉对W来说是很难过去的 W还是要去转火中路的防御塔 是的 但对面打方速度非常快 如果自己还要过来接这波团 还是要强行去接奥文大招 最后还差几秒 5秒钟奥文大招恐怕要就此丧生与命了 奥文先半秒再倒一个奥拉夫 女坦将出自己的闪现 这一波W出现了沟通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就我的视野所看 似乎猫根的大招差个3到5秒钟的时间 这个我们要注意 但是W这边视野跟位置已经被对面占了 这样茂然过去想要打这波小龙团的话 它是不好打的 还是比较貌似对吧 对 但对W来说是很想要这条土龙的 因为W列子已经比较大了 后续想要翻盘的话 能拿到土龙 龙魂是对自己的团战 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吧 是 土龙的盾相当于每个人多一条大腰带的血量 其实还是不错的 虽然没有水龙那么好用 但是有龙魂总比没有好吧 是 有点像这个石头人的被动 是吧 天生带盾 这波过后其实也可以发现 京东这波小龙团能打赢 他们的这个视野首先 下路早在三分钟前可能就不控的很好 他们一直是保证着这个视野的分流 这波奥恩是被图头碰到尾 是的 维鲁斯 对 维鲁斯 布龙加上色体的三个大招招呼到脸上 双方的经济也由京东领先了6000块钱 对W来说现在很难打了 因为左翼这种英雄 优势是比较好像在小龙区还有大龙区这样一个埋伏的 但烈士就很难发挥了 特别是对面如果能拿到大龙buff 自己清兵能力也是 就基本清不了兵 被推兵线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办法 有一个充足的空间给你去fork了 这边想留下牙膏 然后拖了个草原素 后面一几能拉开 推上自己非常危险 被逼了一个闪 同时上路Zoom也TP到场 再一个对面起爆 但应该没有后续了 有闪也被逼了出来 这波W的进攻是打出了自己的两个闪现 是 奥恩还想强行再去开 直接想去开后排 瞄准的是一个前排射提 但是射提这个W 又是打足了AOE 射提现在先被秒 双猛混战在一起奥恩也倒 双猛混战在一起奥恩也倒 双猛但是打了一波一换一 missi拉车下扭过了暴女的一个Q技能 但是这个防御塔还是不好守 是的 双方是双单在进行一波护换 这波射提是把自己的技能伤害打满了 先是一个满路气的W 然后配合自己的大招 把他们的前排排排到了W的后排 他们的色体的大招是可以 就落地之后是有一个很 就90%的减速 对于后排 这个一些短腿英雄的限制是很大的 对的 刚才我们也可以发现 虽然说双方是一个一换一 但是京东其他几个人 都是血量比较健康 因为只有色体一个人承受住了伤害 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令京东所满意 毕竟多赚了一个二塔 嗯 我们看每次京东在打完一波团之后 他们在周边两座野区的这个视野的固控 其实是非常到位的啊 你看咱们看小力多在上方和下方都有 京东这个队伍 感觉他们的核心还是野辅 就辅助一波团之后 视野做得都非常好 嗯 上路色体的经济领先了将近2000 打野上也牵了1000多 每个位置上都有一个领先 嗯 那腿哥觉得现在对于烈士方的W来说 他们是不是更多的就防守住大龙就好了 下面小龙是不是一到两条 对于W都可以让呢 对这两条小龙如果站不住 先手位置的话 这条小龙是必须得让的 嗯 对W来说后期的翻翻点还是得靠这个厄飞流斯 厄飞流斯 厄飞流斯现在第二件无尽还没有出来 伤害是非常低的 对 而且你刚才也讲 其实色体这个过肩摔 其实对后排威胁也很大 是的 但是 厄飞流斯这英雄 为什么是T1呢 因为他现在 有暴击装之后 嗯 自己的武器如果是折进 打前排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 是的 马上小龙刷新 京东又开始曝光了一波下半局的视野 是的 可以看到W这条小龙是直接打算让了 在大龙区布置一个自己的视野 嗯 傍女一个人去solo这条土龙 京东也是知道W不敢去争夺 没有办法啊 现在经济劣势实在是落后太多了 是 那对于京东来说 现在手握着6000多的经济优势 腿哥觉得他们可能是会继续运 掉后边的两条小龙 还是说他们更多的会选择大龙作为一个战略点 嗯 现在对于京东来说回家补过装备之后就可以考虑在大龙区排下对面的视野给对面一个压力了 嗯 对面想要过来做眼的话是很容易被京东对面找到机会的 很容易被抓到 对加纳绕后 正面如果被布隆挖到被动是不太好跑的 嗯 所以说就是现在手握着6000多的这个经济优势 其实不用打的节奏太慢去运营后面两条小龙去直接逼大龙也是可以的 是的 维鲁斯有羊刀其实打王速度还是可以的 嗯 那对于W来说现在野区只能失守 因为上下两条边线的兵线都被京东所推进 野区被做视野边线被推进 那W只能疲于防守边路的兵线而放弃自己野区视野了 双C的装备是差的比较多的 现在一旦打起人数相同的团战的话肯定是京东这边更好一点 是 蓝色视频照到对面在打大龙 京东也是选择拉掉 嗯 来这边蛮复一下 哦 再来一波 有暴女可以给自己奶 康龙的话可以奶回来并不是特别伤 有一个牙膏正在尝试绕后 闪现过来直接想去秒救孟 救孟往后拉扯一下 自然蓝色的前排 Mizi 有点抗不特殊了 路姆又是打出这个W的AOE 又是先倒了女坦 奥拉夫两个人 W只能做愧退 摩根自己断后 但是比较肉 头锤往回撞 同时W想去打一波反打的技能 打到了富龙 但是自己也被打了一波呼唤 牙膏有一点点冒进了 想还去杀旧梦 楼梦 现在上来收掉了旧梦 可以看到旧梦的折进伤害其实打得非常高 但这一波因为奥恩是后面TP进场的 祖母是先行到场的 一开始团队打起来 肯定是W这边有些顶不住 是 而且那一波奇亚娜的从侧边绕过来 虽然说那一短暂的时间是被视野所看到 但是还是给后排很大的压力 是的 这边W做视野感觉还是得把奥恩直接叫到正面 因为这波祖母先到场 奥恩再踢下来的话 自己队友已经有些顶不住了 是 总体来说还是视野被侵占太多了 W基本上他们的动向都被洞悉 给京东很多的一个开团的时机 对牙膏进场位置是还不错 但自己大招真的不太好 是 后续奥恩进场大招被没收了 然后这边顶在前面 自己很难跑 虽然说是换到了一个布隆吧 但是自己也是死了 对 然后这里的楼层闪现上来 这么状态不太好 只能死 还是感觉在野区的视野W可掌控的这个权力太小了 没办法 前期 京东打得更好 优势比较大 是 咱们看京东思路很清晰 这波Zoom有TP的情况下 继续推进下路的兵线 始终给W边线的压力 这样W在中半部的这个野区 他就有守不住 又是小队摩克 直接被秒了 洋野落空 背伤被减缩交闪现 这波打出了打野背伤的闪现 京东是可以动这条大龙的 这波京东可以在大龙区第一下对面过来 然后再进行开团 牙膏已经绕到了后面 这波京东是假打大龙真想开团 又是牙膏 牙膏在这个位置 一个也没有发现牙膏 这现在走出来已经发现了 大龙七千多的血线 京东恐怕是想杀人 Minseng想过去先做视野 但自己已经被不同所Q到 牙膏先排眼睛先讨Q 想去切后排 看看是谁 大招直接落空 但是大龙还是被 没有切到大龙 是的 大龙是被京东 比较完美的拿下 Plex在屏幕的上方也是被收掉 这波W要全部阵亡了 自己四个人阵亡的情况下 自己的上路水晶肯定是没有了 最快的被伤害有20秒 感觉不一定会被一波 是 最近的速度很快 对 奥恩的羊还差一些 看一下京东会选择 尝试下一波 奥恩没有大招是很难去防守的 先开始的风向延西 但是五个人的伤害 直接怼在了脸上 瞬间倒在地上 坎拉威的闪现是被奥拉夫逼了出来 米森已经复活了 救魔还有三秒 对面是点击地就可以进行一波了 是 直接点击地 那我们要恭喜京东该密 做客戴西安W的场馆 1-0 先下一场 这场比赛 虽然说京东去丢了前两条小龙 但是在咱们看来 可能那两条小龙 W更多的是利用京东一些下路的失误 所取得的 对 而后来京东稍微下调整了自己的状态 把后面的小龙的团战运营好 尤其是在抓 应该是抓住了一波 奥恩的那一波大招应该还没好 对 就W那波是想要尝试 越对面的下路 导致自己是那波是有些小崩的 对 一波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还有就是在河道 关于小龙那波接团 就是关于那条第一条土龙团 对吧 对 W这边已经 那波已经是没有地形上优势了 对 没开到没法跑 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场比赛 视野两次 京东负得非常非常之好 他们打团前后 都会把无论说是小龙团附近 还是说中路二塔附近的视野给卡死 而W每次视野排不干净的情况下 就容易被牙膏这种刺客型的中单所绕后 对的 W感觉一级选择入侵有不容的阵容 有些冒进了 嗯 一开始在他们所想要寻求突破的下路 直接被京东的下路打出了三个人头的优势 这个令W可能是没有想到的 直接破坏了W前期的一个刷 无论说是刷野的这个路径啊 还是他们的主要的进攻点 按下赛后的这个数据情况 Loken应该是打了全场的最高输出 对 ZOOM这个色体也打了非常高的输出 嗯 这三个C位这场比赛太猛了 牙膏不停的去切近后排 Loken从一开始便稳住了自己线上的优势 还频频参团 而对于ZOOM的这个色体来说 W技能有护盾有AOE 能扛能打这场比赛 感觉甚至有点MVP那种感觉了 对感觉Morgan好像对这个新英雄 不是特别的了解 不知道怎么打这些新英雄 嗯 虽然说是选出了版本 也算是比较强势的这个宠儿 奥恩 但是在对线方面便一直被压了 有一波咱们印象也很深 没有TP的情况下便直接被压回家 掉了一大波兵线 对 像ZOOM的话 他自己操刀奥恩是非常熟练的 英雄熟练度非常高 嗯 所以他玩一个色体也知道打奥恩 怎么打 也知道奥恩的这个弱点在哪里 怎么去击溃奥恩 对 这场比赛 所以W在连续犯了几波 在团战中的错误之后 便被京东一步一步地滚搭这个雪球 我也觉得还是京东这一赛季的这个 无论说是状态 还是他们的成熟度 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就是在有一定优势之后 他们不停滚动 视野上的雪球和冰线上 他们每一次由奥恩 包括中单的这个奇亚纳分带中 分带上下两路冰线 无论说团的结果怎么样 冰线总是好 对 我感觉他们京东这个队 打团上的思路就非常明确 打完团之后 然后铺一个视野 或者打团之前 就不能接的团就果断不打 是 就在团战前后的这个取舍 其实是做的比WE好的 而WE感觉还是惊艳的问题 有一些可接可不接的团 我们都觉得那个 比如说土龙可以放 但是WE还是选择强行去接 可能是他们这场比赛犯的错误 对 想要尝试一下 但那时候已经有些烈士了 并且小龙区的位置已经被京东率先给占下了 所以在后面的调整方面来说 你觉得WE最需要的这场比赛反映出来 要调整在哪一块或哪几块 其实WE这一把 是他们自己感觉一级没有设计好 但接下来感觉可以给摩根拿一个 就比较偏输出的一个英雄 可以看到摩根先选这种奥恩 会被注目制得很死 被反制得太厉害了 对 看一下 这是这场比赛一开始一级的那一波入侵 Zoom赶到战场之后 直接扭转了整个战局 这一波落空之后 W没有办法换下路半区的野区 最后又在下路这一波 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 尤其是一个Q配合齐亚娜是直接把悲伤给秒了 然后后面奥恩虽然踢下来 但自己的血量非常低 是被暴女打了直接打残了 然后这波团就是第一条的土龙环啊 也是由京东打了一波大获全胜 这时候京东的优势已经比较大了 牙膏在后面 不给对面一个舒服的进场位置 大招虽然推得不是很好 然后非常想要抢了没有抢到 后续杜姆顶在前面非常肉啊 这英雄 是 看一下选手的这个势力榜的情况 两边的这个主色调都是红色啊 对 上路中国跟中国的牙膏 是一个比较大的领先的AD位是 正正好好包 也希望大家多多利用咱们的这个互动观赛系统 为你喜欢的战队和选手们加油点赞 这里是本场的粉丝贡献榜的前三甲 前三甲的队员分别是Zoom牙膏和绿毛 战场因为咱们还不知道选边 所以感觉京东他可以延续这种打法 他们需要改变的就是自己 关于第一条第二条小龙 可能要改变一下自己不要这么有瑕疵 是吧 因为第一条第二条小龙 我们当时都会觉得 因为一集团京东拿了三个人头 对 比如说三个人头在手 云南小龙不会丢的 对 而对于W来说就是可能要改变的多一点 北高刚才讲了一点 就是希望上单的Morgan选手 能够拿一个比较偏操作的英雄 偏可能进攻进强一些的英雄 不要这么被动是吧 对 因为他如果选这种奥恩铁男这种英雄的话 上路感觉被欺负 肯定要被这么欺负的 然后自己拿奥恩做英雄更多的是打一个中下野 但是上一把 虽然不是说他们中下野打不出来 主要是他们一集还是决策上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觉得 就是自己的规划好的东西落空了 这个也没有办法 对 多么 新英雄万豪色提登场 可以看到这英雄打近战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 是 无论说是一集团的那一波参战 扭转了战局 还是说后续的在团战中 以及在一开始的对线中 都是打出了不小的作用 输出也是接近分场的最高 那这么说来 这个英雄也应该是非凡必选 就以这个英雄这场比赛表现的多强度来看 是不是非凡必选 但这英雄说实话上线有点晚 像这种选手很少会练这种新英雄 但像祖母跟昨天的弗兰多就有练了 所以说这一招先吃半天是吧 趁着大家可能对这个英雄还不够熟悉的时候 自己赶紧加练一下 对 会有个奇效其实 但是从你的表达之后已经看出 这个英雄似乎你已经很熟练 我感觉这英雄比较简单吧 因为他几个技能其实范围比较短 其实打近战会比较好一些 打远程的话其实很难压到对面 可能还会被对面压 好在这英雄被动是 血越少回复能力越高 所以面对到远程抗压 其实还是很容易做的 还是能抗压的 但是可能面对远程瑞兹这种英雄 还是会先上被小压一下 对 但是这场比赛 从他一开始的表现来看 似乎下一场比赛 无论说是WE还是京东来说 尤其WE可能是要在BP上 做一些针对了 不然的话 如果让Zoom选手 连续两局都操刀 万豪这名英雄 WE还没有办法去应对的话 那恐怕对于比赛的局势 影响是很大的 对的 如果应对不了的话 这英雄可能要考虑 把他按上班位了 那所以 因为上一场比赛 你还记得是谁先选边吗 如果是京东先选的蓝的话 是京东选的蓝 这把 我估计如果WE选的话 他们恐怕也要选蓝 对 果然 咱们也是收到提醒 WE主动选边蓝色方 确实 他们如果持续在红色方的话 在第一轮 也就是前三手的这个班位中 被限制的会比较死 对 这版本蓝色方的BP 会更好做一点 因为红色方 阿卡利这个点 基本都是B上班位的 所以说红色方 基本少了一个班位 现在阿非流斯 这两个队 看下来都是不办的 没错 那让咱们一同期待 第二场比赛吧 咱们稍后休息